嗨,你好,我是点点又见面了 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欢迎你订阅哦 这一期我们继续来讲自动驾驶 我周围有不少朋友是这样看的 我并不需要自动驾驶啊 自动驾驶有什么好 我喜欢开车,开车对我是个乐 我为什么要用一个机器来帮我开车呢 这一期我们就来讲讲自动驾驶 它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 除了把我们从方向盘 开车的方向盘中解放出来 之外 这里主要说两点 第一,自动驾驶它可以帮助提高交通效率 第二,可以帮助降低生活成本 听着有点干巴巴的,我们举个例子 怎么提高交通效率呢 我是一个开车开的挺不怎么样的人 我相信您肯定比我开的好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人类嘛 有一个monkey driver的美称 就是说我们肯定是敌不过机器的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经历,在十字路口被堵住了 你前面有几个四五辆车在排队 这时候红灯变成了绿灯 你可以开始走了,但是你不能马上走 要等那么几秒钟,等你的最前面那辆车开始启动的时候 你才可以开始加油门 这样一来,一次绿灯其实过不了几辆车 因为每一个司机都有他自己的延迟 这样延迟越来越积累 到排在后面的车,它几乎可以当绿灯的时候 它都动都不能动 相反,等到绿灯变成红灯了 它才开始往前移动 好,说完红绿灯呢,再说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上没有红绿灯吧 可是有的时候它也会莫名其妙的塞车或者减速哦 我自己就要这样的体验 有一次我跟朋友开车去Kelona 然后呢,突然就速度就慢下来了 甚至还堵了一小会儿 然后又开始开起来 往前开过一段时间以后 既没有发现任何的事故 也没有发现这个道路变窄 就是完全没有原因 这时候呢,我的朋友给我指 说你看前面有一辆车,看到了吗 我说,看到了,那个是一辆什么车 反正可能是坏了吧,停在路边 但是它停的比较靠中间 我的朋友就跟我说,这个就是原因 我就很奇怪啊 我说这辆车它并没有堵在路中间啊 它在路边上,它只不过是稍稍有点靠中间而已啊 我的朋友说,这你就不懂了吧 这个,有的司机啊,他会胆子小一点 他会减速,看到这个车啊,他会减速 那么他一减速呢,后面的人呢 如果跟得太近的话呢,就会刹车 然后这种现象就会越来越放大 越来越放大 等到我们这个,等到我们很后面的地方的时候 就变成塞车了 这个现象呢,在英文里还真有一个词 叫Phantom Traffic Jam 中文硬翻就叫做什么 幽灵塞车吧 它的意思就是说莫名其妙的 就好像有鬼一样 那么现在就来说说自动驾驶 能不能够避免前面这两种现象呢 答案是是的,他肯定能避免 先说这种幽灵塞车现象 首先,自动驾驶 它就不会轻易的刹车 它不会看到前面一个障碍物 像人一样害怕就刹车 不会的,它会有一个精确的计算 只要这个物体跟你的车身 只要它还隔着哪怕五厘米呢 这辆车也会全速地冲过去 我相信这一点人类绝大多数应该是做不到的 第二,它可以精确地保持车和车之间的距离 不会跟得太近,也不会拉得太远 更不会有人类的那种情绪化 一会高兴,一会不高兴 高兴地跟得近,不高兴地跟得远 或者走时,根本不会有这种现象 所以这两种原因都杜绝了以后 像这种Phantom Traffic Jam就不会再有了 那再说红绿灯,那应该就更有意思了 因为自动驾驶的时代一定是物联网的时代 车跟车之间它都有交流的 假设我们在一个红绿灯前面离得很远 前面有很多车在排队 那么当变成绿灯的时候 当第一辆车起来的时候 它就会告诉后面的车 还跟我一起起,一二三走 那么这时候不管你在后面有多远 只要前面远远的绿灯,你马上就可以起步 这样可以想象一下 那个时候一次的绿灯通过的车辆 应该比现在要多很多吧 但是我认为我们还是被局限住了 应该再往前想一步 到那个时候 物联网自动驾驶的时代 红绿灯应该就不需要了 真正的场景可能是这样的 你看一下 是不是挺有意思的跟打游戏一样 到那时候车跟车之间 它自己就互相协调 这一车说了 我比你早到0.1秒 你得让着我 那个车说行嘞 您先走 我捡个速 最后一点时间 说说自动驾驶 怎么能够降低我们的生活成本 就举一个上班族的例子 我就是上班族 我每天20分钟开去公司 20分钟回来 就为这40分钟我抵养辆车 那我想绝大多数人 可能比我时间更长一点 就说一个小时吧 每天两个钟头在路上 2除以24 实际上还不到10%的时间的利用率 剩下的绝大部分时间 车是停着的 要么停在家里的车库里 要么停在公司的停车场里 但是这些也是要花钱的呀 好再来我们说说买东西 一般我们去大的烧屏幕买东西 一个平方米的商用面积 一般来说都要配备0.5个平方米的停车 那么如果这个停车是地下的 这个费用会更高 所以当我们拎着大包小包出来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 我们有一部分钱是付在这个上面的 自动驾驶 它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到那时候 我们家家根本不需要买车 比如说我们出去买东西 叫辆车不就行了吗 然后那个自动驾驶车 乖乖的停在我们家门口 我上了车然后到了商店 我下了车 那个自动驾驶车 它自己就开走了 所以我家也不需要有车库 商店也不需要有那么大的停车场 这个概念就叫做TAAS Transportation as Service 有的地方叫Mobility as a Service 就是说我们并不是需要一辆车 我们需要的是出行的那种工具和服务 那你说这跟现在的出租车 它有什么不同 还真就不一样 现在的出租车有一个巨大的限制吧 就是司机 一个是这司机数量太少 所以没那么多司机 让我们天天可以打车玩 第二 这司机啊 它成本太高 我们付不起 所以这就是自动驾驶 自动驾驶 你仔细想想 它核心就是把那司机给它拿出去 对吧 好 节目最后呢 我们回过头来总结一下 自动驾驶可以帮助我们提高交通效率 降低生活成本 是不是还不错呢 好 谢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